公安意外导致終結一死八傷 那么建商代表也出面说明了 他表示该承担的责任 一定会负责到底 目前初步判定是刚所断裂 所造成的意外发生 我们来听现场最新的说明 公司 事实上 最诚意的道歉 那我想 所有的代表 我们在此 做鞠躬道歉 我想我们有 新发建设的范总经理在这里 那以及承担这个 塔钓 这个对不起 承担这个 这个专业的塔钓工程的 羽球公司的邓特助 还有以及我们 其余营造的征副总 都在这边 那么 对于 这次 民众的 伤亡事件 后续 我们会做到 最诚意的 抚慰 那对于 这个 他们的医疗 以及后续的 这些 这个 补偿 我们都会尽全力 用最诚意的 态度 去做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 第二件事情 我们公司会尽全力配合台中市政府以及捷运局对于这个捷运的安全行使的恢复 我们公司尽全力配合政府来来做 完全依照政府指示 让捷运的安全行使尽快恢复 保障民众的权益 第三个 对于公安事件的这个事故调查 公司会全力配合这个检调单位以及相关政府机关 全力配合这些调查 相关的责任归属 公司会全权负责 绝不推诿 以上 谢谢 我想问一下那个调壁是怎么样调下来的 呃 初步判定是所谓的这个 调挂的刚所断裂 但是